新年风水大讲堂 现在有请我们的主讲人来自凤凰园的大同师傅 大同师尊 本名陈乐天 旧金山湾区著名风水与气功大师 凤凰园生命大回归系统工程创始人 师尊15岁开始拜师练功 学习养生和灵修 曾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传工 云游 考察 被誉为中国奇人 东方气功巨星 他认为风水的源头实际上是星际风水 在调整风水的同时 要遵循风水养人 人养风水的原则 既重是外在环境调整 又讲究内在修行配合 这样才能求得好风水 留住好风水 你好 主持人好 谢谢您能过来 观众朋友 新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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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家人 他的男主人Jeff 大学刚毕业 然后他很想尽快在金融行业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他还想尽快找到一个贴心的女朋友 所以一边是求职 一边是催桃花 那么下面就请师傅帮帮他们 然后改变一下家里的风水 让他尽快可以在新的一年里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现在有请Jeff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师傅好 夏先生好 好 那Jeff 你在这个房子有住多久了 我在这个房子住了八九年了 八九年了 师傅 那现在我们先从外面看起 这个房子的房型 他左边比右边大概高了三分之一 那这个房型是不是对Jeff有利呢 龙边比虎边低当然是不算很好 他这个房子问题不大 等于是化解一下就是了 好 好 那这个房子不是太好的 这个房型 那边还有一棵树我注意到 非常陆诺的形态也很有艺术感 正好对着他们家的大门 那那一棵树怎么样呢 这就是对门这个房子有冲的 哦 是个门冲 是 是有树有冲的 叫树冲不是门冲 就是这样对这个屋里的房主人的性格 会有影响 同时会这个会挡财 这样啊 那就是收入一直不高是吗 会有影响吧 哦 这样 那师傅赶快教我们一下该怎么化解它 这个化解是有两 这个两道公司事情要做 一个在门上贴上 封房约的一张棋冷风水贴 这个棋冷风水贴有 辟邪正宅旺财的作用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到那个树上就想个办法 把它挂一条 那个记一条红绳子是红布条 把它记起来 什么样的红布都行是吧 都行 刚进的就是了 哦 好 嗯 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门外的两个问题 看过以后 师傅 我们现在进屋里看一看好不好 好的 嗯 师傅姐 这个画呢也要讲究的 因为你要靠山嘛 最好是画中有山 嗯 师傅 嗯 师傅 对 师傅 对 师傅